针对国盟登加楼州政府禁止女选手 参加马运会的体操与韵律操项目的决定 霹雳州行政议员吴嘉良抨击国盟名玩不灵 即不允许女歌手登台演出后再度寄出荒谬的禁令 简直是欺人太甚 吴嘉良强调 国盟的举动形同在扼杀州内女选手多年来的努力与付出 更是漠视体育项目的发展与重要性 不论对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 任何人都不该将自身对任何宗教教义的解读强加在他人身上 更不应带着父权思维和艳女的价值观来看待运动赛事与项目 因为一个鲁莽的政治决定就抹杀运动员的梦想与牺牲 国盟一党的行为可谓是极其霸道 保守、极端、退步 也是霹雳州社青团团长的他指出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拿出担当 全力协助有梦想与热忱的运动员一展抱负 让他们可以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吴嘉良透露 作为领养霹雳州马运会运绿操项目的行政议员 他在早前亲自和领队 教练和运动员们会面了解他们的挑战之余 也拨出一万八千令吉协助他们解决经费问题 吴嘉良表示 这是霹雳州团结政府以实际行动捍卫多元、自由与平等的体现 因为霹雳州团结政府与希望联盟相信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具备多种面向的 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性别等因素而被体制边缘化 甚至是迫害 有鉴于此吴嘉良重申 登州政府的决定令人遗憾且愤怒 民众应该全面拒绝这种随意将自身偏激信仰价值 强加于他人的保守政党与政客 避免这些极端分子进一步将魔爪甚至其他领域 甚至是其他族群身上